哈喽大家好,我是风云 上期斯科达新款新锐,新款新动正式上市 要关方面作为中级改款车型新款新锐,新动的设计较现款车型有着较大的变化 均采用了斯科达家族最新的家族式设计语言 全新造型的前隔山搭配两车狭上的大弹竹 配合下方贯穿式的进气口让新车看上去更加年轻动感 车能侧面并无太大的变化,依旧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 每部两款新车同样换装了全新样式的尾灯组 配合下方双边共两处的排气装饰,让其看上去根据史上 车程值方面,新锐的财温高分别为4512-1706-1469毫米 轴距为2603毫米 而新动的财温高分别为4312-1706-1475毫米 轴距同样为2603毫米 类似方面,两款新车与现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 但在细节方面进行了升级 中控台空调出风口造型由此前的圆角举行调整为了倒替型设计 并在边缘加入了红色四条进行修饰 同时均换装了尺寸更大的中控液晶显示屏 动力方面,新车继续搭载EA211系列的1.5升自然系列发动机 最大功率112马力,放转5G145牛米 传动方面预计匹配5速手动或6速手机体变速箱 两款新车各推出4款配置车型 其中,新锐的售价区间为7.84至10.24万元 新动的价格区间为8.14至11.14万元 这个价格大家觉得合理 近日,现代对外发布了全新一代i20车型的官图 新车采用了六变形的中网,整体面积有所增大 两车大灯珠与中网相连,上部还有LED灯带 此外,新车的前保险杠根据运动感 两车进气口采用了三角形的设计 雾灯长身与其中 正面相比于线款更加的低矮 车身线条也较为凌厉 官图中的新车还采用了双式车身 以及造型颇为复杂的影射轮缺 维部的设计更为激进 横向布置的三角形尾灯位于车辆中部 中间还使用了贯穿式的灯带 后五灯位置相比线款车型更加下沉 此外,还能够发现新车配备了下部扰流板 类似方面,官方表示新车将会配备 两个10.25英寸的液晶显示屏 其中一个作为仪表使用 同时为了提升i20车型的整体定位 该车在车类用料方面也将进一步的提升 动力方面官方尚未透露更多的信息 部排书会增加电动化的选择 作为参考,现款i20搭载了 包括1.0T、1.2升、1.4升汽油发动机 以及1.1T、1.4T才要发动机在内的多款动力 此外,全新i20还将有望推出N系列高性能版 即将搭载1.6T发动机 最大功率可达到200马力 该车将于2020年3月3日 看不得日列瓦车展正式亮相 期待下吧 从零跑汽车官方取得获悉 零跑S01-460版本车型将迎来升级 该车采用了双门四座布局 外观造型符合COOP轿跑车的风格 整体线条紧凑 接连使用了封闭式的设计 尺寸较框的黑色装饰条 营造了大嘴的效果 搭配扁拼的头灯辨识度极高 新车的车身尺寸成功高 分别为4075、1760、1380毫米 则距为2500毫米 类似设计风格简约 有黑加红、黑加白、黑加中等多种配色 仪表盘和中控屏被设计在了一个水平面上 但并不是贯传屏 其中4.1英寸的中控拥有多媒体控制 车辆设置、GPS导航、蓝牙电话、车载设计等功能 该车的主要亮点在于科技配置方面 搭载了全球首创的LAP-IN智能生物钥匙 可通过直径脉识别解锁 与人脸识别启动相结合的方式 动力上搭载一台出道功率为125千瓦 风筝扭矩为250牛米的泳池同步电机 更重要的是续航方面 升级版本的续航里程会达到451公里 而老款的续航里程分别为305公里和380公里 两种续航里程的车型 目前共有4款车型载设 补贴后的售价区间为11.99至15.99万元 虽然新款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变化 但续航的提升也是一个不错的卖点 测试时间预计在今年的上半年 不知道你会考虑吗 奥迪官方发布了RS14Avant Brown Edition车型的官图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了黑色与金色相搭配的设计 尽管车身从官图上看上去是黑色 但新车实际采用了则是一款名为 Resurius Grid的深灰色定制车漆 同时新车其他外观部件也进行了黑化处理 包括前隔扇、窗框装饰、RS标识、行李架 以及车身装饰等 柱子之外 新车青铜色的R20英寸轮圈也起到了很好的点缀作用 类似部分根据官方的描述 新车将配备了黑色的NAPA真皮 覆盖位置包含了座椅、门板、中框台以及挡把等部位 同时赋予青铜色的缝线 而作为特别版本的车型 新车还将配备了舒适和音响选中包 包含升级的娱乐系统、360度环绕影像 升级的LED车内氛围灯 以及19扬声器的755W的BO音响等配置 性能方面 该车搭载与现款车型相同的2.9T双轮增压V6发动机 最大功率450马力 封扭矩600牛米 相同方面 匹配8速自动变速箱 并标配Quartro四驱系统 700功率加速仅为4.1秒 大家觉得这车好看不呢 保时机正式发布了基于全新921车型的外观升级套件 分别为Sport Design Package和Aerror Kit 根据保时机的官方描述 基于921的Sport Design Package包含更加运动的前唇、侧群和后包围 同时进气和排气也跟随套件的造型进行了微调 以营造更加低矮的车身视觉效果 而Aerror Kit则是为所有的硬顶版的现款921带来了固定式的后扫流版 除了增添视觉效果外 扫流版的加入还对新车的空气动力表现带来了实质性的帮助 保时机也表示 之前已经在位于Nord的测试赛道 对套件进行了55000公里的测试和研发 上述的两套套件均用保时机Excuse Manufacture定制部门出品 并提供车身同色和亮黑色两种颜色科学 全新保时机921已经发布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目前已经发布的车型包含了Korea、Korea 4、Korea S、Korea 4S等系列车型 而在即将开幕的日类瓦子弹上 保时机也将继续发布Turbo、Turbo S以及GT3系列车型 对该车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点击订阅关注微角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